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部長 有時候你不能從台北 兩廳院或是城市舞台 去看到整個台灣的現象 我很高興我做過台灣文化局長三年 我看到了太多的人生的擺態 我覺得部長您推正照我都不反對 但是你要先去了解現狀到底是如何 給部長一個小小的測試 我中立藝術館有1600個位置 裡面除了1600個大廳院之外 還有200人的演講廳 還有兩個展覽室 你覺得這個館場要幾個人來維護它 才夠營運 你說1600人的廳室的話 再加一個演講廳 200人的再加兩個展覽場所 你要多少人在那邊 如果那要看 就是因為其中會宣誓到說像清潔 是否委外 都外包了 對 或者是現場的這個接待 還有後台還有售票 這些都包含進去嗎 對 都包含進去的話 也要看它是什麼規格 那如果是國家級的話 那你起碼要到什麼60 到60個人到100人之間 那如果是地方級社區級的話 你也許可以說它減半 其實要看很多的條件 部長 我就說你對地方了解不多 你剛剛講的數字減一個零 就是我們現在的人數 我中立藝術館 就六個人 就給它開場了 裡面兩個正式的 兩個約聘庫 一個零食 再加一個助衛警 我們助衛警會打燈光喔 因為人手不夠 一定要這樣做啊 他們全年無休 晚上無休 六日特別沒有休 因為這都是表演的時間 然後只有禮拜一可以休息 那每次只要有活動演出 我們看到只有晚上演出 它從下午彩排 人就要在現場 燈光音響不是晚上才要出現 它彩排就要出現 然後晚上十點鐘表演結束 等到所有的劇組人員 所有的後台都拆完以後 十二點回家 我看到一個很優秀的女孩子 我就想幫她做媒 到四十歲一直沒辦法結婚 因為她說她沒有時間戀愛 她多能幹 連貓到那麼小的空間 她都可以爬 都可以鑽 她就熱愛著工作 一個月三萬兩千塊 就把一個中立藝術館 一千六百個人的 把它撐起來 再告訴你第二個案例 客家文化館 從文字館 我把它變成人氣館 我裡面有一個 八百人的一個表演廳 您知道多少人維護它嗎 讓它開館 一個正式加一個約聘 再加九個替代役 九個替代役喔 因為我沒有人手 我把所有文化部給我的 以前文件會的文化這些替代役 全部集中在一起 九個人成為一個班 去支援我客文館 它不僅只有去負責開館 包括裡面的展覽 全部都要負責在內 部長 這是現在地方文化中心的一個現實狀況 你不要去談它的安全 他們完全很多人都是沒有經驗值 分派來這裡以後 然後他們就開始學習 怎麼樣爬貓道 怎麼樣調燈光 怎麼調音響 部長 就這樣一代傳承一代 就讓台灣這個劇場活下來了 部長 你對他講考證照 他連念書時間都沒有 因為每天就是連休息都沒有時間 部長我愧對他們 尤其我們 在我們的文化講述條例裡面 還說各公有文化藝術 展播場所專業人員之任用 另於法律定之 之後就沒有下文了 我離開文化局 到現在子也將近四年 沒有改善 你現在談證照的時候 我問他們 他們就搖搖頭 他說局長 我沒有時間考試 我還想談一場戀愛 還比較真實一點 部長 當你在考證照的時候 我給你講的是 地方可以做的事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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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部長 我們覺得你們好遠好遠好遠 好多時間 好多久 先讓我來看